周日,电影影员梦的主创团队 首次在洛杉矶的博班克国际电影节亮相 而主办方对这部电影也赞誉有加 电影的主题曲《归行》也获得了本届电影节最佳长篇电影配乐的提名 《归行》也认为这部电影节最佳能够赞认为这部电影节最佳能够赞认为这部电影 从这首歌曲,我感觉到有很多希望和更新的信息 所以这部电影是非常美丽的 我记得,我认为这部电影演员唱了这首歌 所以,他不是只有电影,他是很高兴的唱歌 主办方甚至特地安排主题曲在颁奖典礼前播放 让主创团队感到十分激动 我听到《归行》这个主题曲在大厅播放那一刻 我内心特别的感动和激动 因为这首音乐特别的悦耳动听 而且我本人也特别希望唱它 里面我就歌词人生一世草一秋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 都会遇到大起大落 或者会遇到迷茫或者遇到坎坷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演员梦》这部影片 能够带给更多人真善忍的美好 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加上这个曲子 它的优美的旋律 其实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是一种振奋的感觉 我觉得能够有机会看到我们影片的观众 一定会从中受益的 自2018年以来 新世纪影视制作了50多部电影 而最新的长篇电影《演员梦》 于上周五在洛杉矶完成了全球首映 之后将在温哥华、纽约等地 举行放映会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徐展成 洛杉矶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张华 两一流 枫 他